但我觉得MVP之争一直都在SGA 还有小丑两个人之间 不是博特 我什么都还没说 真相越变越名道理越说越轻 欢迎来到台湾TNT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你认为哪一名球员是你心中 本赛季的MVP 请注意听到各位 我不是要叫你预测 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你支持谁 我不是要叫你预测 那种官方的就不要了 最后讲的官方晃的 KC来 你支持谁 好了 我支持的是Nika Jokic 其实来来去去MVP就那几个 字母哥 Jokic 不然就是SGA Dontic四个 我会第一个去看的就是战机 其实坦白讲战机的话 就先筛掉我心中支持的Dontic 或者是字母哥 当然这个是个人观点有所不同 但我觉得MVP之争一直都在SGA 还有小丑两个人之间 不是博特 我什么都还没说 你应该有讲错话 现在不要这么乱 等一下不要拖时间来继续 KC不要理他 那我觉得既然战机差不多 那我们就去看他们的进阶数据 那几个常用的进阶数据 胜利贡献值 攻防的正负值 还有不可取代值 这些Nika Jokic都是站在NBA的第一名 而且是远抛第二名的SGA很多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最看重的MVP就是最有价值 那我就最重视的就是 他是否不可以被取代 当然你说SGA是不是不可以取代 但我觉得到最后我的平衡点就是 他的这个数据真的是远超其二人的 那我就会选Jokic 那这边我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他刚刚讲的高阶数据 很多都是Jokic领先 这个是真的 PER 胜利贡献值 还有不可取代性 是我们每年在讨论MVP的时候 一定会讨论到的数据 此时此刻Jokic是海放其他的对手 所以KC讲的我其实蛮认同的 就是从数据面的角度切入 他当然是无庸置疑的人选 大概是这样 来博特你的人选是谁 我的人选是这个Niko Jokic 你看你刚刚那个差什么 你不是人跟他一样吗 是啊 我要丢正一些东西 就是第一个字母哥的战绩 其实没有到那么差 好歹有东西前二嘛 对不对 再来是其实有一个数据 Jokic并没有碾压众生 有一个数据叫EPM 这是一个比较高阶 也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 那Jokic的EPM 其实只有排在这个大概第五左右的位置 好那因为我是支持Jokic 所以还是要帮Jokic讲一下话 那第一个就是 金块是去年的卫冕军 那他们一定是更多球队会针对这支球队来做 这个备战嘛 那金块也很认真的回应了这些球队 那就是没门 今年你们就是没门 像之前的胡人队嘛 没打必输嘛 那尤其是今年冠军最大假象敌 就是博士顿赛的迪克就永远打不赢 那其实金块也在面对这些假象敌的部分 他其实是不会确战的 那再来是Jokic的队友嘛 就是那个Jemomoree 卷毛哥他其实蛮强的 但是他近年还是没有入全明星赛 那刚刚所讲的这些竞争者的队友们 其实都是全明星球员 尤其这个字母哥的队友 小李嘛 明星赛MVP嘛 那MB的话有Maxime 可是MB倒了 所以不干他的事情 好 再来是 Luka 当期就是Carrie Irving 那SGA他是因为他的PIE值 球员影响力的贡献值 是在Jokic后面蛮多的 那其实以这个需要去负担 整个球队更多一定是这个Jokic 那再来是今年金块的 战力也有出现断层 因为去年的夺冠的老陈 Bruce Brown 然后还有这个Jeff Green都离开了 那Christian Brown 其实他没有到很强的样子 那更别说其他的年轻球员 那在年轻球员有落差 那替补球员有落差的情况下 那Jokic还能让金块的战绩维持不坠 现在还是排名在这个大概西区前三的水准 那其实我认为说Jokic拿MVP 是真的蛮货正价实的 好 这是我的看法 这边我简单帮他补充一下 就是那些主要的竞争对手 身边都有一个全明星球员 那我们家的Jokic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家的卷毛哥 Jokic就算表现得再好 你们都不会投他嘛 教练都不会看上他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板凳 跟上个赛季相比 主要球员有走两三个 Thomas Bryant也离对了嘛 对不对 对那我们的战力上有出现落差 有断层 可是即便是如此 我的战绩还是前三 大概是这样 好 来 杰利布莱娜怎么看来 这一题你心中支持的人选是谁 我支持的就是Jokic的好朋友 Luca Donchich 其实今年的竞争者 目前还剩下大概就三个嘛 顶多在四个 就是Jokic Donchich SGA跟志姆哥 应该就这四个 应该没有在其他人选 那志姆哥东区我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我直接拿西区的来做比较就好 呵呵呵 西区的部分啊 不管是SGA还是跟Jokic比起来 他们三个人的数据其实都没有差很多啦 Donchich就是得分比较多嘛 那SGA就是比较稳定嘛 但是SGA的助攻就比较少 那Jokic的部分就是蓝板更多 然后他处置的能力更强 不过他的得分就是比较少 所以如果单看一般传统数据比起来 其实三个人各有优缺点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讲的是Luca Donchich 其实大家都很在意所谓的战机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看西区的战机 其实他们的数据 胜场差其实都没有到像过去的很急剧的差距 那而且今年西区节目竞争的情况下 战居的参考数值在所谓的媒体投票里面 会占这么大的成本嘛 这是我比较疑虑的地方 那再来我要讲的是 大家都在说Luca Donchich旁边有一个明星队有Irvin嘛 外加今年的补强也还算不错 所以球队战机有打起来 其实是靠其他的队友帮忙 我不否认Irvin给予达斯很多的助力 但是我们再去看他的数据 Luca Donchich跟自己比就好了 他今年的数据 屌打他过去每一年的数据 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 他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出手三分球 他本赛季出手了10次 命中率有37.6% 是他生涯最高的数据 然后还有他的两分球 也是生涯到最高的次数 23.84 命中率还是维持接近快5成 所以他整体来说 他的数据 并没有因为一个明星队友到来 而稀释他的得分数据 或是他的进攻数据 助攻跟篮板他本来就很稳健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在Irvin的到来之后 他还是可以维持这么高效率的数据 然后也可以让球队维持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今年他是有机会 而且我也是支持他可以挑战MVP 这个奖项的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你要讲战绩 确实战绩会是考量 可是当前几个赛季 不管是威少或者是Yokic 我在西区第六 我都可以拿到MVP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战绩有加分 可是你要看他整个联动 球队的这个背景 然后补强 或者是有没有的离队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战绩会不会加分 真的有 可是战绩会不会是唯一考量 我觉得不是 太阳队就是很好的例子 你63升就是4升怎样 没有人入选最多3的名单 所以战绩是不是有加分 有 那战绩会不会是唯一考量 不是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完全都有支持 好 接着我要来讲我自己的人选 那我的人选就是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选SGA 我要跟大家讲 过去这几年联盟都被数据魔人给占据了MVP的部分 你们现在提的人全部都是数据魔人 Yokic我身高高 我至少篮板就10个 每年就是25加10 然后再加什么9次助攻这样 他的日常 Luka当时连续两个赛季都是30分 加8加8加8加9 字母哥 那个数据也是每年都是什么20几分30分加10个篮板 再加两个火锅对不对 然后我又有五六次助攻 自从James Harden之后 我们基本上已经被这个数据魔人的这个时代给占领了 然后换句话讲 这就会对Tayton Booker Mitchell Jaren Bronson这种全文很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我天生我的篮板可能就输别人 可是我打球我很认真 很认真 他们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帮助球队 Jaren Bronson刚刚讲得非常好 SGA的得分非常非常的稳定 今年是50场30加以上 所以我要讲的是 每一名球员每一名球员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 可是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在数据魔人之中 挑一个9MVP 我觉得这一点对很多认真打球的球员来讲 我个人认为不公平 联盟上一次数据没有这么夸张的球员 是Curry 30分6足控 就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自从Curry之后你发现 从威少开始 场均大三元 什么加巴加暴已经变日常 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就大得分时大 可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本质的东西 那就是帮助球队赢球一定要全能吗 Michael Jordan又很全能吗 那Michael Jordan有没有拿过NVP 这是我们要省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题我会特别挑SGA 就是他的稳定性是雷霆队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战绩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刚刚博特讲的非常好 尽快的战绩是一个考量 因为我的板凳球员拿来离队等等之类的 我现在还可以在前站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雷霆的部分更加分 雷霆上个赛季升旅不到层 今年有没有补强 没有我就确得回来而已 确得甚至目前不是最佳新人王的任门人选 斑马才是对吧 可是现阶段雷霆的战绩不好意思前三 主要核心球员SGA 所以从赢球的理论 从贡献的理论来看我觉得SGA的贡献 绝对不会出那几个数据模仁 这是我想挑战的 就是我们以后在选MVP的时候 不能一直去选个人数据很漂亮的 我就是强加 你一定要20加8加8以上 你再够订阵 这一点对很多认真打球的权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想要帮SGA讲话的 也许他不是这么权的 也许他的数据跟很多人比起来 你会觉得拜托差这么多 可是这就是他为球队贡献的一个方法 他确实也拿到胜利了 这是我想讲的 好不好来 可以自己来简单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Johnny哥这样讲 或许是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 那我们是拿球员的影响力出来讨论 才是说最有价值的球员吗 但影响力的最佳体现 不就是这些数据吗 这些数据不就是堆叠出一个球员 能不能进入MVP的讨论名单里面的门槛吗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会优先去把那些什么胜利贡献值 工房正负值不可取代值 这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数据能够直观的体现 他们的影响力 当然我不是说SGA不强 实际上他在我这里是第二名 但只不过说因为我一直在讨论的就是数据 如果小丑能够比SGA达到更高的这些境界数据 那我还是会投他 这样子 那这边我就直接挑战了 你们现在讲的我全部都认同 那所以以后我再抓 未来五年如果我们的逻辑思维都不变得的话 MVP就是那三个 不是Luca、JoJo、志姆哥就是Yokic 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们应该要从另外一个思维进来挑战 赢球才是团队运动跟NBA最终的目标 贡献的方法有很多 这是我想讲的 因为我从威绍站一路看下来 我每一年这个数据我已经疲乏了 真的你讲的是对的 我想讲的也许对Luca对Yokic是不公平的 这个部分我自己承认 可是我们会不会慢慢的也要鼓励那些 他们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在赢球的球员 而不是永远都是那些什么25加8加8 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你再来跟我竞争MVP 我觉得这是不太公平的 这点是我的想法 来博泰来必须要补充啊 欸其实刚刚跟Joey哥讲的蛮认同 我们在一个球赛在讲MVP的时候 不一定是他能够带队 他有可能他个人能力已经到这个顶峰 所以我们才把他当成是MVP 那虽然说这样讲 可是其实Yokic的个人应激的能力 不比SGA差 对啊 所以也不能这样讲 不过呢 其实刚刚这样一个讲的地方 你说那些好好打球的这种Tayton啊 Booker啊然后Mitchell啊 或Bronson啊 那有一句话是讲 有别的频道来的 简单的一句话啦 Tayton就是不够强 我是觉得他被低估 那也没关系啦 想法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最后面收尾 我来收尾 好来来来 结局不然来收尾 反正大家讲了那么多 其实我就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 MVP他的翻译就是最有价值球员 但是他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说 我的价值要由数据去定义 要由战绩去定义 要由个人能力去定义 还是要由球队影响力去定义 一切的价值 就来自于投票者他们的想法 所以投票者他们在当年 找出了那个整个赛季 最有价值的球员之后 把票投给他之后 诞生出了当年最有价值的球员 所以其实焦尼哥讲的 还有大家的一些看法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其实也是跟很多球迷在意的一样 MVP奖项给你 我们想要的就是最后的Final MVP 其实如果你像现在Luca 他们还没到争贯的状态的时候 甚至是譬如说MV好了 他们这些球队可能暂时 还没有机会争贯 他们想要争取的一定是个人荣耀 就是MVP 那当他们进到下一个进阶的时候 球队的竞争力起来的时候 他们要追寻的就是最后的冠冠军 所以我觉得这是 其成上面追寻的不一样 就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对 这就是我想法 结束 OK啦 反正简单讲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啦 就这么简单啦 这个OK啦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你支持谁 快速带过来 博特来 你看好谁拿MVP来 Yokic 好来 KC Yokic 杰蒂布莱恩 我看好SGA 那我跟大家讲 我自己支持SGA 可是我个人认为 我看好Yokic 按照我们这几年这个理论 不管是战机 不可取代性 这几个指标应该是他 可是我真的希望 有一天我们可以跳脱这个思维 不然以后就很简单 数据抓出来就知道了 这样就有什么好看的 对吧 根本不需要讨论的 好不好 我的想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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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